高雄市凤山区 昨天发烧了一起车祸以外 一名女驾驶疑似心脏不舒服 没有办法控制车辆一路逆向 撞击到了停在路边的一部货车 这个冲击力道把货车往后推 车尾竟然就骑上了后方车辆的车头 还把引擎盖整个掀了起来 还好肇事女驾驶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不过车辆叠在一起的画面非常夸张 小货车被前后夹击 车尾压在后方车辆的车头上 这么夸张的事故到底怎么发生的 路口监视器拍到造势车辆一路逆向 撞上对象停在路边的小货车 还把他铲了起来 连后面的白色自小客车也遭殃 货车遭到推撞 车尾顺势骑上后面白车的车头 还把引擎盖掀起 附近民众听到撞击声赶来帮忙 造势驾驶赖姓女子意识清楚 没有明显外伤 不过她双手揪着心脏只喊痛 赖姓女驾驶三十七岁 送医治疗已经没有大碍 她十五号中午开车经过凤山区临森路 因为心脏不适 无法控制车辆冲到对象 撞击两步路边停车犹如叠叠了 夸张的景象令人傻眼 记者刘启文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